大家好,我是汤圆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大阪府崔田市 一对叫找赖夫妇的身上 这一天,找赖夫妇在家附近走着 突然听到有小猫的叫声 孩子他爸,这边 好像在这里 对对 他们听到声音是从雨水沟下传上来的 于是他们打开了盖子往下看 雨水沟的排水管安装在侧面 直径15厘米左右 小猫的声音感觉在横里边 他们推测,妈妈妈应该去找食物去了 小猫乱跑,钻进了排水管里 道路中间有一条下水道 两旁雨水沟的水会通过排水管流到下水道 所以小猫有可能掉进了这里 这样的话,根本无法救她 晚上夫妻俩已经救庆 可外面还是时不时的传来小猫的求救声 妻子十分担心小猫 但也没有办法救她 心里十分的难受 妻子虽然什么都不说 但丈夫都看在眼里 找赖夫妇结婚已经50年了 三个孩子也已经长大 退休后每天过着安逸的生活 妻子性格开朗 和周围人的关系都非常好 丈夫性格比较内向 妻子叫她像别人那样去玩玩门球什么的 但她却一点兴趣也没有 最大的兴趣就是看地图和一个人钓鱼 两人的性格虽然不同 但却几乎没有超过价 丈夫很爱干净 常常把家打扫得一尘不染 偶尔妻子想去女儿家看看 但丈夫却不愿意去 因为女儿家养了猫 丈夫并不讨厌小动物 只是她不喜欢猫毛 还有 丈夫精心打理的院子 经常会有一些野猫来捣乱 所以她对猫的印象不是很好 今天是个雨天 小猫的叫声还是没有停止 这一时电视正播放着天气预报 大阪降水概率90% 从下午到夜晚会下雷雨 夫妻想到小猫还被困在排水管里 都特别的紧张 于是决定打电话给消防员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查看了情况 但遗憾的是 除了把路面挖开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妻子很纠结 因为在八天前 崔天市遭遇了大雨 当地许多地方需要消防员去支援 她也不能为了只小猫缠着消防员 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消防员走远 回到家的早来夫妇还是不放心 开始在网上搜索救猫的方法 虽然没有完全一样状况 但他们发现 曾有人用床单之类的东西 救出过掉入两米井下的猫 所以夫妻俩认为还是有希望的 他们决定要亲自救出排水管下的猫 丈夫准备了绳子和一些小道具 打算先测量一下洞口到猫的距离 可到了洞口才发现 绳子太软 根本没有办法伸进排水管中 这一时 丈夫突然想到家里用来浇花的水管 于是决定试一试 经过测量 上边的排水管长两米 中间的排水管深1.3米 夫妻俩想到小猫估计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先给它送点吃的看看 他们在绳子上绑了香肠送了过去 因为怕猫有警戒心 所以送完之后 他们就先回家了 到了晚上 妻子又听到了小猫的求救声 焦急 担心 却又没有办法 妻子辗转难眠 看到妻子这样 丈夫也很是心疼 早上 两人打算去看看情况 当丈夫把绳子拉上来时 发现香肠不见了 应该是被小猫吃掉了 这也算是件好事 至少能让小猫保持体力 继续奋战 但下边又黑暗又潮湿 哪怕能继续给猫送食物 它也不能一直生活在下边吧 这对猫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 两人去到家具用品店 看看有什么可用的道具可以买 丈夫看到一款抓老鼠的黏板 想到能不能把黏板送下去 然后把小猫粘上来呢 可如果途中 小猫和黏板被卡在管道中 那就更难处理了 下午又下起了大雨 猫的叫声也消失了 会不会是被水冲走了呢 又是难眠的一个夜晚 睡不着吗 不会啊 要是明天晴天就好了 晚安 难道小猫真的被冲走了吗 还下雨呢 我们吃早餐吧 为了不让丈夫担心 妻子尽量不去提小猫的事 但丈夫怎么会不知道妻子的心事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听到妻子在偷偷的哭 丈夫的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今天是个晴天 小猫的叫声已经完全听不见 夫妻俩都默契的不再提起小猫的事 丈夫说去剪头发出了门 可没过多久又匆匆忙忙的跑了回来 孩子他妈 不好了 不好了 快来 快来 两人再次来到雨水沟 水沟下又传来了小猫的叫声 小猫还活着 妻子高兴坏了 急忙去给小猫买吃的 等着吧 我一定把你救出来 他们准备了香肠和猫罐头 给猫送了下去 连日的大雨都没有把小猫冲走 猫都没有放弃 我们更不能放弃 早上 夫妻俩去把昨天的罐头拉出来看看 结果 罐头被小猫吃了个精光 小猫还真是坚强啊 要是人遇到这种情况 也许早就放弃了吧 是啊 动物只要有口气在 就不会放弃求生 嗯 相信我们一定能想到办法的 回家后 丈夫开始翻箱倒柜 试图找一些能用的道具 因为丈夫平时喜欢钓鱼 所以想试着做一些类似捕鱼的工具 而排水管下的状况完全看不到 夫妻俩只能是想象 要不用这个试试 说着 丈夫给塑料瓶灌了水 跑到雨水沟前 原来 丈夫是想让小猫钻到瓶子里 然后再把瓶子拉上来 但这个瓶子 是否能顺利的送进去的拉回来 需要试一试 不过妻子还是抱有怀疑 这能成功吗 丈夫拿着瓶子上看下看 想着要从哪里开个口 让小猫进去 洞口要开多大才合适 猫若进不去 或者进去了又马上跑出来 这瓶子就白做了 最后 丈夫在上半部分开了个口 放入香肠 把瓶子送进了排水管中 30分钟后 两人回来查看 那么猫会在瓶子里吗 可惜 瓶子里面没有猫 妻子非常失望 但丈夫却说 有希望 你看 瓶里的香肠只剩一点点了 说明小猫有进到瓶子里 丈夫想到一款 用来捕鱼的道具 鱼进来容易 但出去却很难 她想按照这个原理 对瓶子做一些改造 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孩子他爸 谢谢你 说什么呢 睡吧 小猫的声音 明显衰弱很多 从被发现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 再不抓紧时间的话 可能就来不及了 丈夫对瓶子做了改造 把前端部分切下 倒转过来再缝合 这样 小猫容易进去 却不容易出来 塑料瓶二号级出动 这一次的结果 会是怎样呢 一小时候 绳子开始有了动静 小猫似乎正在吃香肠 就是现在 说着 丈夫把绳子快速的往上拉 可不幸的是 在拐弯处瓶子被卡住了 等瓶子被拉上来时 没有小猫 瓶子也坏了 依据瓶子的状况 丈夫分析了几种失败的可能性 一种是小猫没有完全 救入到瓶子里 另一种是拉上来的过程中 小猫跳了出去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瓶子被卡住时 小猫跑了出去 这次的失败 让妻子几乎失去了信心 我们真的能救出小猫吗 晚饭中 妻子心事重重吃不下饭 怎么都不吃啊 我 我正减肥呢 我吃饱了 看到妻子不开心 丈夫也很难受 如果瓶子接口没有断开 是不是就能顺利地救出小猫了呢 不如把接口弄得结实一点 再去试一试 两人拿着修复好的瓶子 去了雨水沟 可能小猫上次受到了惊吓 这次并没有进到瓶里吃香肠 营救再次失败 丈夫不甘心 回到家里又开始琢磨了起来 猫都没有放弃 我们更不能放弃了 说着 梁恩开始做三号机 因为之前瓶身被切开 拉上来的时候瓶子容易坏 所以这次 丈夫打算不切开瓶身 把顶部切掉一部分 瓶口 瓶中 瓶底 分别放上食物 诱导小猫进去 只是 看不到排水管下的状况 小猫什么时候进到瓶底部 也就是拉上来的时机 真是不好把握 因为上次的失败 让小猫有了警戒心 如果这次在失败的话 之后就更难了 这一时 丈夫想到钓鱼时 用的一个小道具 铃铛 铛鱼上钩时 铃铛就会响 同理 把铃铛放在最后一块香肠那里 小猫吃到时 铃铛就会响得很大声 这一时 是最适合拉起瓶子的时机 夫妻把三号机送进了排水管中 接下来就是等待铃铛响起 快吃 快吃 往前走 往前走 就是现在 这一次 能救起小猫吗 它 是一只小母猫 体重620克左右 夫妻俩高兴坏了 把猫带回家给它洗了澡 小猫可能很久没有这么舒服了 没过多久就睡着在了纸箱里 小猫是救出来了 可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 因为丈夫不太喜欢养猫 所以打算把小猫送给爱猫的女儿养 可奇怪的是 要把小猫送走的时候 丈夫却有点舍不得了 也许那九个日日夜夜 已经让他们产生了感情 所以 丈夫决定和妻子一起养她 就这样 小猫成了找赖家的一员 取名叫Coco 不巧的是 九个月后 家附近的井盖下方又有猫掉进去了 夫妻联系了相关部门 并救出了一只小黑猫 这只小黑猫就这样子成为了Coco的妹妹 取名娜娜 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夫妻俩让有关部门在排水管的入口设置了栅栏 现在 找赖夫妇和两只小猫幸福快乐的生活着 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儿 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汤圆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